Vogue Girl 哈囉 我是這一次的Vogue Girl 謝璇 那我今天要來開箱 2021最新的口紅 那我們來開始吧 首先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Armani最新的紅管純粹 那這一次他們主打是比較 暖中的色調 就是有點復古的感覺 我這次選了兩支主打色 是給大家看 208這一支啊 它是那種奶油棕橘色 我自己很喜歡它 就是那種暈染的感覺 那如果你疊擦 那你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就是如果你是比較深的皮膚呢 其實也是可以駕馭它的 209這個顏色啊 它是比較奶油紅棕色 你如果厚塗啊 它是比較有點個性 比較有氣勢的顏色 那如果你用暈染紗去薄擦的話 它一樣是會那種很顯氣色 很溫柔的感覺 比較黃啊 或比較白的肌膚 都能使用的一個顏色 那第二支CHANEL獅子唇膏 它們之所以會選獅子 當它們的浮雕是因為旋六女士 它是獅子座 它一直認為這個獅子呢 是它的幸運的代表 那我一樣選了兩個顏色 這支選的是很美的兩個裸色調 那227呢 它這個顏色是比較焦糖米的顏色 雖然是裸色調 但是它是比較有氣勢 有點像女強人的感覺 那237呢 是現在很流行的奶茶豆沙色 那上面有帶一點點小小的金粉 擦上去呢會有一種節慶感 我覺得這一支會熱賣 大家趕快去搶 再來呢是DEAR的藍心唇膏 然後它們這一次啊有三樣升級 第一個是它們質地 質地它比之前呢都更保濕 不顯唇紋 第二個是外觀 外觀呢它有點像是你穿的DEAR的定制服一樣 有做一個CD的小腰帶 第三個呢是它們有出更換式的蕊心 所以你之後到櫃上就只要買蕊心 可以更環保更愛地球 我們先來試它們的100色 它這個是比較經典的裸色調 然後那種杏仁烤奶的那種感覺 再來是DEAR的999色調 它就是歷久不衰的那個正紅色 它上去特別有氣勢 一直都是非常熱賣的顏色 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YSL最新的口紅 這個呢其實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個系列 因為它在IG啊還有小紅書 其實已經有很多很漂亮的試色照 然後就是大家已經期待了很久 小粉條呢它比起以往 比小陰條啊跟小金條 我覺得它是比較柔霧比較保濕的 另外一個是玫瑰金袋 那這一次的玫瑰金蓋啊 它是比較走豐滿比較嘟嘟醇的感覺 那我們先來擦202 這一支其實在Pony介紹之後啊 就是在韓國已經很熱賣了 就是大家一直瘋狂的搜尋 然後它擦上去呢有點像是寶寶唇的那種感覺 然後添而不膩 那214呢這一支是YSL第一支的琥珀色調 它上面有帶一點金粉 所以你現在上上去呢會有一種仙氣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來擦3的唇膏 那它們這一次呢是走比較溫柔清新的感覺 然後它們裡面有加9種植物油 所以你擦上去呢會有點像酷唇膏的感覺 那我們擦兩個顏色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來是03號 它這個我覺得是有點像玫瑰蜜紅色 是那種帶一種很優雅的感覺 它會有一種血色感 接下來我來試07號色的 它有點像紅茶調的大吉林色 然後會有點知性美 然後有點像OL那種感覺 那再來呢是椒蘭的Kiss Kiss系列 那這一次出的是霧面的質地 它擦起來有點像奶霜那種比較絲滑比較柔順的感覺 所以YAMACE挑了就是我覺得很漂亮的顏色是給大家看 我們先來擦它們的214 它這個是比較粉調的可可色 所以你擦上去呢其實不會顯得沒有氣色 而且會特別的顯白 然後特別顯氣質 再來接下來呢是770色 它這個有點像珊瑚色 然後擦上去呢會比較有女人味一點 就算是年輕的女孩呢也能駕馭的顏色 就算是年輕的女孩呢也能駕馭的顏色 不然你會給人物的顏色 就算是有話題